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人生是重复的 甚至是枯燥的 人们在做一件事之前 不再考虑它的后果 因为即使这次做错了 还可以重新回到原始原地去做第二次 第三次 直到把它做对做完美为止 无疑 最后每个人都会成为完美的人 世界将成为完美的世界 可谁又相信 这样的人和世界是真实的呢 何况绝对的完美就等于不完美 世界上如果没有了美丑善恶 哪里会这么丰富多彩 人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了酸甜 苦辣又怎么会变化多姿 正如维纳斯的断壁 已成为它的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样 人生也如此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必将会出现这样可怕的现象 浪费生命 不可逆转性 连是生命的本质属性 还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面对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这无疑促使生命个体必须发挥最大潜能 才能适应变幻莫测而又不可预知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生命个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 生命群体也因此得已前进 可是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生命就会一味的重复 人类会逐步演变成心理上和行动上的懒惰者 生命的潜能得不到挖掘 那么 总有一天人类将在循环中失去前进的动力 从而使人类文明在退化中走向衰亡 然而 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 既然这样 我们还是放弃任何逃避现实 不切实际的幻想 珍惜时光 珍惜这有限的生命吧